今天好 相信每位男士都試過在鏡面前 去練習和打胎 那一刻完全是一個小朋友 搖身,變為紳士 打完之後,每個人長得站直 Felix,想問一下 堤太對一套西裝有多重要 非常重要 其實領梯差不多是最重要的材料 因為如果領梯配得不好 可能會影響整個韜韜露 領梯的打法有多少種不同的打法 其實有很多種打法 但一般比較流行的都是三、四種 最常見的就是我們稱為四股 只不過是繞一個圈 然後穿上來 這樣就可以了 另外,如果領梯比較長 你可能需要打半輪梯 要在這邊再繞一個圈 然後才從下面穿上來 這樣 另外有一種比較闊 可能我們小學時也會打過 那叫做梯梯 就是先在這邊打了一個圈 然後再在這邊打一個圈 然後才在後面穿上來 這個就是我會打的那種方法 但記住打梯,無論哪個款式也好 我們一定要留在這個 我們叫Dimpo的 如果沒有這個扣位就很臭怪 原來這個鮮是神髓嗎? 對,沒錯 原來打領梯也有這麼多種花款 各位男士,下一次打梯的時候 可以試試一遍一遍的花款